这年头除了炫富,最近在微博里边竟然又有人开始炫明了,究竟怎么个炫明法呢? 近日,微博中有一位名叫任杰的女子受到网友的热议,此人的个人资料显示,出生于1985年今年27岁,实名认证信息竟然是解放军特种部队高级指挥官, 而且还曾荣获过2011年全国金国建工个人等等奖励,然而全国复联表示说,活动并没有全国金国建工个人这个奖项,只有全国金国建工标兵,而2011年的获奖名单当中没有叫任杰的。 而更加令网友震惊的是任杰个人资料当中的工作信息,1988年该女子才三岁,竟然就已经是解放军的一员了,而任杰对此回应说,自己是体育兵特招,必须五岁之前入伍。 而根据新华网最新的消息,这位自称总参一姐,名叫任杰的女子呢,纯属假冒的军人,军队保卫部门正会同地方公安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,而腾讯微博也几乎在同时取消了对任杰的加微认证。 事情本来应该到此就结束了,但是更加怪异的是,在国防部官方网站2011年全国金国建功先进个人名单当中,的确出现了任杰这个名字。 那么这个任杰究竟是谁呢?和总参一姐又有什么关系呢?看来仍需调查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